虽然人们都渴望一帆风顺 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却难免会遭遇波折 甚至厄运临头 然而《易经》中的正卦却说 所有天灾的出现 都是为了让我们横通 真是为什么呢 那么正卦究竟给我们提供了 哪些解除困境 避免波折的方法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易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 奋发警醒 中国最有兴趣的 就是问顶中原 顶卦是革命成功了 那叫什么 叫定顶 定了以后就像长长久久 长长久久 那就要有继承人 谁来当继承人呢 那就是正卦 因为正在《易经》家族里面 他是长子 你到了五十 你知道 哎呀 天命啊 为什么 你再能干 老天不给你一个能干的太子 你能怎么样 我问你 你能怎么样 所以《续卦论》他说 当你问顶 当你定顶之后 你就要想到 这个顶谁来接啊 那主弃者 没落长子 所以下面就是正卦 正是什么意思 正就是震动 你看长子一出生 全家轮都震动 哎呀 这一代游望了 不会断 上了 天雷地震 因为震卦 它是上面是震 下面还是震 但是上面的震呢 叫天雷 下面的震就叫地震 这什么道理 因为天震 它是come again 你只听到声音 所以叫天雷 地震呢 它是时时代在那洞 你都感受得了了 所以 一个是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但是我们要问呢 那雷就叫雷卦就好了吗 干嘛叫震卦呢 那雷就是洞 那你只把这个卦名 去叫洞就好了吗 干嘛叫震 其实 我们想的动 跟这个震 那差很远 你看啊 行动 你会害怕吗 如果一个人一行动 就害怕 那你还能行动吗 行动也是动 坦动 都很轻微的 那跟天雷地震比起来 那根本微不做到 震 它是今天动地的动 跟一般的动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看一下 卦词 震 很 你看啊 震是卦名 他说当你看到 震这个卦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 它是使你恒痛的 一般人都不这样想 哎呀 这是大自然的报复 我不晓得什么叫 大自然的报复 这都很奇怪的想法 所有的天灾 都是让你恒痛的 从古至今 由于自然灾害 所导致的人类家破人亡 损失惨重的案例 屡见不鲜 然而 面对破坏力 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 震挂的挂死 为什么却说 所有的天灾 都是为了让我们亨通呢 为什么 它下面说明 震来兮兮 笑言呃呃 他说人啊 没有碰到今天动地的事情 他是不会醒过来的 他整天都糊里糊涂 从早上起来就忙于赚钱 中午稍微休息一下 又想到钱 所以睡不着 晚上算钱 算了以后啊 今天到底是赢还是亏 是损还是益 他又睡不着 他怎么会清醒呢 当一个人的毛脑子都被钱占领的时候 他就没有任何余地 去想什么叫人生 什么叫生活 完全没有 其实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那老天就震撼一下 他才知道钱没有用啊 对不对 你看大地震来 你是先去 开保险签 还是想逃命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说 大地震来 二话不说 跑到银行去打开保险箱 把金干状拿出来 打个没 这个稀稀就是让你恐惧万分的那种样子 老实讲啊 老天不发威 你还把他当作 你是可以征服他的 所以人为什么有时候要发威 就是你不发威 人家把你当命变猫嘛 你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要恩威 并济 它当然有道理 那怎么下面紧接着就讲 校园 儿儿呢 就是说 你有了这么多的 被振行的教训 然后你下面就知道 我怎么样去预防 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保存最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讲到保存最需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出来的 什么是一个人最需要的东西 一个人最要紧的 是你的行为要谨慎 你才能够保持你的府份 因为大难来的时候啊 你东南西北哪个安全没有人知道的 对不对 你往东 它地震就往东跟着你走 你外溪 它台风就把你刮到海里面去 你根本来不及调整啊 我们平常都讲怎么样应变 怎么样调整 到时候 你说所无策 所以你说人不能听天由命 那是你没有碰到啊 你真的碰到大灾难的时候 你不听天由命 你怎么样 火灾的 你往哪里跑 你晚上跑 结果下面的人都跑出去 只有你死在上面 你往下跑 上面的人都活着 你被烟枪死了 那怪谁啊 方向感 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用的 你慢慢就知道 只有平常啊 谨言慎行 好好修行 你有足够的福气 到时候就糊涂糊涂地跑出来的 老想人啊 逃出灾难的时候 你问他 你怎么跑出来的 他只有一个真心话 我怎么知道 想都没有想就跑出来的 那就是福气嘛 然后他叫什么 还做计划 还有评估 还要做什么可信性实验 那都是笑话 完全是骗人 所以这两句话 完全正在讲 太子的德行 人家恐惧 你不能恐惧 两个一地震 太子跑在前面 像话吗 然后一回来 你就开始第一个喝酒 那人家会敬重你吗 下面两句话 那更有意思 正经百里 不善必参 必参是什么意思 必参就是中药的祭祀 然后你把它扩大成为国家的设计 不善就是不善事 不会说因为你当了太子 你就把国家丢掉了 正经百里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那个雷一打 如果小小的 你会怕吗 你根本不会怕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以前 我们把它叫做白里猴 就是你讲的话 白里之类的人 都听到都敬重你 你还要有能力 保住这个顶 最起码要保顶 不要在你手上 把这个国家废掉 这叫什么 叫做太子的财 前面两句是太子的德 后面两句是太子的财 而正是太子的位 你有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 也不是你争取来的 你恰巧身在帝王家 你恰巧又是第一个男的 那你就叫正嘛 那你会不会恨通呢 就看你有没有德 有没有财 所以有其位 比有其财 有其财 更需要有其德 那这样你就恨通了 断词讲得更清楚 正恨 正为什么会恨呢 正来息息 孔治福也 孔就是恐惧 治就是使得你 转祸为福 这样才叫孔治福 所以你看中国字多不一样 孔治福就是 很恐怕 会带来福啊 正卦提醒我们 无论是君子治国 还是个人处事 只有做到在平时 聚安思危 修身修德 才能在遇到突发事故时 处之坦然 获得亨通 但是 为什么正卦的断责却说 我们会恐惧 转祸为福呢 其实不是 有父亲 你会这么害怕 有什么恐惧的 正乃兮兮 上天他用各种 让人害怕的 来警告帝王 你不要以为你是天子 你不要以为你是 天地下最高的权威 我一震 照样把你震掉 所以 诸侯就学老天 他用他的威势 来震惊 他管辖之类 那百里就是管辖之类的人民 你们敢不听我 你试试看 所以为什么帝王叫做天威 因为他是跟老天学的 老天用打雷 用地震 用火灾 用什么各种 来吓唬人类 最需要的就是 吓唬帝王 那帝王心里想 你会吓唬我 那我学这一道 我会来吓唬 老爸心 只要你走正道 那有什么关系呢 证卦利用天灾 来警告帝王 警醒人类 要时刻心怀恐惧 提醒自己坚守正道 才能转获为福 那么 是不是我们 只要遵循天灾警示 就都能万事亨通了呢 笑言恶恶 后有哲言 为什么 在这么多的天灾 这么多的 自然灾害里面 人类还能够讲笑话 很愉快过日子 这什么道理 因为后有哲言 就是那种 遗迹还在 你就不敢去违反法则 因为我们现在要盖房子 就会想到 这个地震 只要是六级以上 到时候你就会被抓去 因为到时候你就追了 就房子推盖了 然后一拆开 这钢筋是你全假的 都是阻止的 都不抓你抓谁 那个余计还在 你才会好好去做 才会遵守法规 才不敢投工减料 才不敢说我骗过一时 我把钱赚了 就没事了 不敢 这个叫做后有哲言 然后人类为什么会规规矩集 为什么会遵守法令 为什么对 世俗 他不敢随便违反 就是顿挂了 前车之鉴 以前人碰到这种情况 现在还坐在牢里面 你要不要 来啊 正经百里 是金远而计而也 你看看那个雷啊 它是什么 惊动远方 因为我们听雷啊 就是当它闪电的时候 那个声音紧接来的那个速度 看一闪电雷就来 你说很紧接 闪了半天 还没响 这个雷很远 我们经验法则就知道了 所以那个雷啊 它对远方来讲 只是惊他一下 吓唬他一下而已 最怕的就是什么 就你觉得这个雷就打在我屋顶上 最怕了 所以这个耳跟远 是刚好是相对的 这样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天高皇地远 你那个雷声很大 可是我距离很远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拿里面的人都还没有处理完呢 你会处理我这么远的 处可以守宗庙设计 以为记足也 这个是讲什么 讲你既然是太子 你就要明白你的职责是什么 处是指谁出来 指皇帝出巡的时候 皇帝有时候没有办法 他要一家亲征 皇帝就算平时 他还偶要出来 寻查一下民情 但是皇帝出巡的时候 家庙随顾 你敢交给别人来看守吗 那到时候你回来 他就关门了 不然你进来 那不笑话吗 所以太子的职责 就是当君王出巡的时候 你留守 今师 一位记主也 你是名正言顺的 主记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典礼 说主记者就会 你不要小干 这个主记者不是人人能当的 他有他的身份 地位 修养 而且他的一动一进 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不像样的话 大家都很失望 教给你这样的人当主记 那记跟不记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跟主记者都非常谨诚 不敢乱动 哪里还敢乱笑 哪里敢乱讲话 根本不敢 我们读到这里 应该可以很清楚 为什么人要敬天 要为天 为什么父亲要严 母亲才可以放心地辞 小孩子 你让他从小就没有畏惧之心 那长大以后怎么办 那就天不怕地不怕了嘛 那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老天就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老天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 那我管不着 这个我管不着 那谁倒霉 大胆人倒霉 做人做到老天都不管你 都不理睬你 你还有什么希望 天灾预警只是警醒我们的一个外部因素 要想达到恒通 还需要自我修身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修制自身 才能真正获得恒通的结果呢 所以我们来看大象 剑雷 剑雷是两阵相重叠 你管是个雷有什么用 你一个雷打一下就没有了 大家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 哪里当一回事 隆隆才见其圣 你看两三个雷打下来 所以神都不敢乱动 哪个人难道 君子看到这种自然现象 他就知道了 恐惧修行 把自己不好的地方 把它修制一下 当你遭遇到惊恐的时候 你才会静下心来去反省 当一个人一切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他会反省 他根本不会反省 你看多少企业家一上去很快下来 就是因为他很顺利的时候 还有什么难的 只要有钱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那老天就笑了 那你试试看了 叫你下来的跑都跑不掉 那才叫见雷 所以人有恐惧感 其实是好的 不是不好 任何一个瓜 你要用的震荡 你要走上震荡 它就会给你很好的正面的效果 可是反过来呢 那就自作自受 那没有办法 你看天 它是由阴阳恶气所构成的 这一经讲得非常清楚 恶气如果相伯 就开始天正 就开始地动 就开始地裂 那把海哨也跟着来了 那都是两气过分强盛的时候 谁也不滥谁 所造成的恶果 但是恶果不恶果 那是人的感觉 自然没有什么恶果不恶果 因为它都是自然的 其实现在我们从科学里面 已经非常清楚 地震 它就是不定期的 把地里头的那个能量 把它释放出来 如果不地震 那糟糕了 那有一天 那个能量再大 世界里面有话 那一种天灾 那是受不了 谁都受不了 所以偶尔地震 对人类是好的 没有说地震就是坏的 没有这回事 就不地震 你反而很怕 震挂 为什么上面是震 下面也是震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上面那个天 那叫做天威 天威动于上 下面是人性 人性要恐惧以下 你就不敢不修身 那 接班的大任 你就有所付托了 你这样子 培训出来的太子 你才可以放心 有一句话 现代人是旺光光 叫做什么 教子不言 父之过 你看我们这里只讲父 没有讲母 母亲是常常跟小孩在一起 你要养育她 你要照顾她 你不能太严厉 太严厉 她怕你 她什么话都不敢跟你讲 她其实你痛你不敢 想那你痛 那你糟糕了 但是爸爸呢 爸爸一定要让小孩怕你 现在爸爸不敢了 哪孩子了 那小孩将来恨我怎么办 其实啊 你不言 将来长大 他才会恨你 你一言 他感激都冷静了 现在人的想法是很奇怪的 因为他没有读《易经》 那为什么《易经》要扶养《易因》 它当然有道理 各位真的要在每一个卦当中 好好想一下 你看这个卦一共四个阴谣 只有两个阳谣 可是那两个阳谣都是很厉害的 我们倒想各位去 倒让各位去想一想 这两个阳谣 哪一个是卦主 到底是九四呢 还是初九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正卦的六个谣 来分析一下 你分析的六个谣 你就知道了 太子的职责 就是要从正卦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使得你的国家 你的设计 能够长治九安 我们都喜欢长治九安 人也要长治九安 国家也要长治九安 自己家庭也要长治九安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来分析 正卦的六个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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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